每集一个小故事 欢迎收看《迷离时空1960》 第二季第十三集 故事发生在1961年 这一晚在一个私人俱乐部 管家老王把茶水端上来 四名男子就开始了今晚的打牌聊天 当聊到时间旅行这个话题的时候 男子皮特和威廉双方就激烈的探讨了起来 威廉觉得如果真的能穿越回到过去 那历史进程肯定会被改变的 举个例子 就比如皮特你现在穿越回到1929年10月份 对的可能第二天就会股市大跌 那皮特你作为金融精英 为了自保可能会卖空股票 随即就会产生一系列的效应 皮特听后 威廉我又不是那个时代的人 我为什么穿越回去要卖空股票呢 再说了1929年10月24号 股票大跌是历史上已经确定的事件 是改变不了的 行吧 双方各持自己的观点 谁也说服不了谁 打完牌皮特就准备回家了 可是刚走到门口 皮特脑袋一晃感到一阵晕眩 缓过来劲皮特也有些错愕 怎么回事 我是在做梦吗 小跑着路上看到一些马车 皮特也没太在意 回到家看到门口的空房输租的牌子 皮特本能的赶紧敲门问怎么回事 来开门的是一个老阿姨 面对皮特的询问 这里是某某街吗 我曾经住在这里的 怎么装修风格都变了 成了一个老房子了 老阿姨关上门也回应 年轻人你神经兮兮的说什么呢 皮特一想 那什么我就是问一下 你们这里有房出租吗 您别说上面还真的有一间出租 一听皮特说是退伍军人 老阿姨就准备带着皮特上楼看看 这是一对情侣租客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要出门约会看戏剧 听到对方的交谈 林肯总统也回到现场 再问问老阿姨剧院的名称 就叫福特剧院 熟悉历史的皮特一听一惊 我这是穿越回到了1865年是吗 核实了一下时间 今天确实是1865年的4月14号 我靠 4月14号完蛋了 今晚就是林肯总统遇刺的时间呀 瞬间一种改变历史的使命感穿透了皮特的全身 于是小跑来到剧院提醒保安 再被警察带到警局 冒着汗 皮特也和警长解释 时间不多了 你们这些蠢货还等着干什么 总统都快挂了 这个策杀总统的人叫约翰布茨 你们赶紧查查吧 或许是皮特的说话方式太着急了 又或者说警察碰到皮特这种人太多了 就根本不相信皮特的话 就暂时把皮特关了起来 这时警局来了一个自称是医生的人 医生就询问警长 刚刚在剧院我听说有个人对保安说 总统要遇刺了 这个人被你们关押了吗 我是来检查一下他的精神状态的 警长听后是有这么个人在里面呢 估计也是喝醉了吧 您进去看看 来到房间 医生先是给皮特倒了一点酒 让皮特喝了 了解到对方是医生 皮特就赶紧再和医生复述一遍 刚刚和警长说过的话 你们要相信我呀 赶紧去加强安保力量 不然林肯总统就遇刺了 还有是这样的 当时我和几个老哥们 聊着时间旅行的话题 也不知怎么的就穿越到了这里 边说着皮特忽然感觉到脑袋很重 还有点晕乎乎的 坐下来稍微一想 皮特才意识到 刚刚的酒里有可能是医生下药了 起身抓着医生 皮特就反问 你这个魔鬼 你该不会就是约翰吧 就是你今晚要厕杀总统是吗 没有错 皮特的判断是对的 这个所谓的医生就是约翰 说了一句 皮特你还是晚了一步 因为时间刚刚好 约翰也就离去了 虽然之后有个相信皮特话的警察过来拯救了皮特 很遗憾 皮特还是没能改变历史 就在皮特站起来和警察解释着的时候 只听见广播里面播报着 突发新闻 一个演员开枪射杀了林肯总统 林肯背部中枪 确认已经死亡 这下皮特突然有些愤怒 就拿着刚刚约翰假冒医生的时候 递给自己的手帕 拍打着窗户 你们这群蠢蛋 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我警告过你们了 就这么拍打着皮特又意外穿越回到了1961年 场景也是回到了开始时候的私人俱乐部 新管家一看皮特也是纳闷 皮特您又回来了 是落下什么东西了吗 再进到客厅 还是熟悉的几个老伙计在打牌呢 老伙计们也说着 皮特呀 时间旅行这个话题就别聊了 容易吵架的 现在我们聊的是积累财富的最佳方法 快加入我们吧 刚举手准备和老伙计们讲讲自己刚刚的奇怪穿越 皮特想想还是算了 说一堆浪费口水不说 最后可能对方还不相信自己呢 老伙计也说着 皮特你没事呢 那还是先让老王讲讲他的发家之道吧 皮特一听一愣 老王你不是那个俱乐部的管家吗 什么管家 只见老王对皮特说 也不瞒您说 皮特 在1865年林肯总统遇刺的当晚 我曾祖父是华盛顿的一名警察 他当晚奔走全城警告人们总统会遇刺的 当然也没人知道我曾祖父是怎么预感到的这个事 也没有史料记载 但是他这个行为啊 人家就记住了他 后来我曾祖父当上局长和议员 你们也知道的 运用权势和关系嘛 他就成为了富翁 所以老哥哥们 我的发财之道 就是继承遗产就完事了 老王本以为说完这个故事会惊叨一下皮特 而皮特只是反问 老王你确定没当过这个俱乐部的管家吗 你以前还不小心往我身上倒过咖啡呢 抽口烟 老王也回应 皮特您逗我呢吧 我初中的时候就加入了这个俱乐部 你说我在这里当过管家 你是在侮辱我吗 行吧 想了一下皮特就对大家说 老伙计们 时间旅行是能改变一些事的 众人听口也有一些懵逼 这个话题不是过了吗 皮特你是不是有点脑袋抽抽了今晚 最后皮特拿手帕擦汗仔细一看 我靠 怎么会是脑袋抽抽呢 刚刚确实回到了1865年呀 因为约翰假冒一生的时候给自己的手帕 现在上面还印着约翰的全名呢 都晓得到事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